马龙谈香港行 市民太热情 张一宁 郭晶晶也得抢票 跃出中国奥运剑而访问香港的时候 马龙与许欣参加了一场乒乓球表演赛 在那场活动中 他们与张一宁和郭晶晶有过合影 近日 马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香港市民太热情了 那场活动张一宁和郭晶晶也是抢票进来的 做的位置很隐蔽 马龙近日接受了China Daily的采访 他说 票还是非常紧张的 可能刚一开票一个小时票就已经卖完了 很多观众也没有收到 张一宁他们说也是抢票抢到的 马龙透露 是许欣先看到了张一宁他们 他开玩笑说 其实他们坐那个位置还是挺隐蔽的 你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我们刚到那个时候 许欣先看出来了 他可能戴眼镜眼神好点 许欣就说 哎 张一宁和郭晶晶也来了 在那边呢 当时我们一直在参加活动吗 也不太好走到别的地方 正好我们活动都做完了 绕场一周马上要出去的时候 说我们过去跟他们打个招呼 就一起照了个相